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振综合指数是收在3063点 上涨约0.08% 成交额也是控制在1637亿左右 深圳方面也是几乎来说并没有太大波动 轻微下跌大约是0.2%左右 那么在其他方面 欧洲股市是在德国的带领之下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 德国上涨1.6% 法国涨了1.4% 英国则轻微上涨0.6%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包括了标普500 道琼斯和纳斯达克 几乎来说的涨跌幅度都是在0.1%以下 那么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几乎也是在原地踏步 而石油价格也是几乎是轻微的下跌 总体上来说 上周五的市场保持着比较清淡的走势 那接着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来着重说一下的是 现在再来看一下目前可以操作的外汇机会 以及对于一些国内到底是去杠杆重要 还是去产能重要的一个小小讨论 好的 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 很久都没有说外汇市场了 我们知道从今年9月份开始 美联储会议开始 美元的走势就在节节上升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值也在不断上涨 特别是我们除了那些资源货币靠着强大的靠山 像澳洲澳元的话是因为铁矿石的走势强劲 像家园的话则是因为石油价格 现在是在年内的几乎是高点 因此这两个资源货币走势非常强劲 对比美元并没有出现过大的下跌 除此之外 包括了英镑 包括欧元以及日元 对于美元的走势几乎来说从9月份开始 目前都处于一个下跌的位置 其中英镑就不用说了 是连创31年的新低还不够 再往下继续打压 欧元也是从之前的1.1314到现在 降低了大约400个点 目前最新价格甚至于现在已经跌破了1.1 那么到目前为止只剩下日元了 日元非常倒霉的是它从今年年初开始兑美元的汇率 大约是在120日元兑换1美元 到今年9月份之前曾经上涨到了跌破100 也就是说1美元只能兑换不到100日元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日元的升值幅度高于了18% 接近于20% 那么日元升值对于一个靠着出口来过日子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因此日本的政府和央行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出台各项措施 在努力的打压日元 但是由于市场普遍对于日本的经济刺激的力度表示不满意 因此这个日元其实它不但每一次出台消息之后 没有下跌 反而之后反弹的是更加厉害 但是这整体的走势从今年9月份开始改变了 就因为现在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美联储很有可能将会在12月份正式开始第一次加息 因此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 日元也终于开始了有走弱的迹象 那么现在日元兑美元的价格是104左右 如果它能够爬上107 那么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 日元升值的到一个概念 日元升值的一个走势就会正式得到反转 换句话说 日元就正式能够在107之上继续贬值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更多的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找种可以推荐的产品 就是日元兑美元 我们觉得日元呢 在未来还有机会会释放出更大的经济刺激活动 进一步打压日元 使得日元进一步贬值 同时美联储那边的加息也将会带动美元的升值 因此日元呢 从未来同现在开始到未来的两三个月之内呢 很有可能将会保持一个中长期的贬值 也就是说美元对日元将会出现反弹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个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方面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两年国内目前的这个经济任务最重要的两点呢 就是去杠杆和去产能 我们知道什么叫去杠杆呢 由于呢 之前这个发行债务太多 银行用的资金的比例太大 因此呢 这个整体上来说 中国目前各界各级的政府 它的欠债相对于来说比较多 因此 去杠杆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金融的稳定 那这个去杠杆和这个之后的去产能 看似呢 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但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呢 它们是相互矛盾 我们知道今年第一季度到现在 发行的货币总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 那么在这么天量的货币发行 或者换句话说 叫新增贷款的这个刺激之下 去产能的目标 去杠杆的目标 别说是要达成了 反而是杠杆呢 是越减越多 杠杆去的呢 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杠杆这边呢 是以失败为告终 但是在去产能那边 则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由于在这个人民币刺激的情况之下 目前国内呢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 涨的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可以说 发行了新增那么多的贷款 人民币呢 是非流值下三千尺 但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呢 则是欲穷千里木 是更上一层楼 所以大家为了保证 现在的资产的保值 纷纷加入了买房大军 那么一线城市上涨之后 那么二线三线呢 看上的也是跟着上涨 那这样呢 就使得房地产的库存被消耗了很多 但同时价格也是上了天 所以很多时候呢 有可能这改革的目标 改革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啊 它其实并不是相互兼容 你又想去库存 又想去杠杆 这毫无疑问呢 就是又想吃鱼 又想吃熊掌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定就是有所舍得 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 都会宁可是加大刺激 也就是说是 暂时掩盖住当前的目标 当前的这个问题 用来呢 使得未来能够经济尽快恢复 那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个经济刺激方式呢 能够让经济在短期内 能够快速恢复 要不然的话 长期以往下去的话 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将会非常的剧烈 接着来看一下单个产品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的股市方面 那澳洲股市呢 今天总体走势非常不好 在尝试了重新回到 一小时通道线失败之后 股市呢 是再一次的逼近 5400点整数关口 一旦这个价格打破的话呢 下方还有50点的空间 可以下跌 所以今天我们的挂单 整体上呢 就以杀跌为主 在5395的价格 挂单卖出 同时在5435的价格 我们呢 可以反手买多 如果你保守一些 则要等待到5460以上 再去挂单卖入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在上周五的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 上了通道线之后呢 是最多上涨大约是60个点 最高达到0.7650 在今天白天再一次回调测试 一小时的通道线 而且呢 是成功的守住 这样一来的话呢 澳元在目前短期 就是爬上了一个轻微的上涨 但整体的区间范围呢 就在7590到7650 上下60个点之间 因此我们今天呢 就以这上下区间之外 来挂单 买入价可以设定在 上周五晚上的最高价 大约是7650左右 如果你稍微激进一些的话呢 则可以在0.76之上 就可以进场买多 那卖出呢 则统一设定在 今天早上的最低价 7580以下 五个点 大约呢 是在7575的价格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欧元方面 我在上周四的时候 曾经说到呢 欧元一旦跌破了1.110 就会去1.11 换句话说 这句话还没有说到不到三天时间 欧元对美元现在已经跌破了1.1 那么1.1一直以来呢 是欧元对美元的一个重要支撑位 一旦这个价格被连续性打破 那么欧元有可能 还有150点左右的下跌 所以今天对于欧元整体来说 我们设定呢 应该在关键的距离挂单 买入价设定在1.1060 而卖出价呢 则可以考虑在今天白天的最低点 大约是在1.0960来挂单 卖出 中间100点不去考虑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从10月7号开始到现在呢 一直是处于折幅时期 几乎没有向上或者是向下的走势 一直在横盘 那么这个横盘时间拖得越久 那么之后它一旦突破之后 所发挥的爆发力呢 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重点挂单 现在呢 在1,263 以及呢 1,250的边际呢 几乎现在就形成了黄金的暂时的走势 上下13块钱 那如果我们保守一些 向上可以再延伸到1,278 向下呢 可以再降低到1,240左右 所以我们的挂单呢 可以有两种方式 激进一些 在1,250跌破之后 1,249的价格卖出 买入单设定在上方 1,263的价格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买入单再往上挂 在1,278挂单买入 空单呢 则在1,240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晚上只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 就是澳洲时间晚上8点 中国时间下午5点钟 是欧元区最终GDP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相信对于欧元以及英镑的走势 将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